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他所在位置 距离地面有16层楼高 巨蛇到底怎么爬上去的 这么大这么粗啊 这么多啊 看起来最早这么长啊 蟒蛇被脚死掉 就用铁丝去帮忙它勾 让它最入海面上 大蛇掉下海后迅速搅进游离现场 之后就消失的无影无踪 只是这么大桃蛇现身施工桥内 让工人嘖嘖称奇 这其实是一条缅甸蟒 工人目测也有三公尺长 缅甸蟒最长可以长到七公尺长 本身没有毒性 但身体捕食缠绕的力量相当的强 主要屈膝地在金门 另外就是中国大陆南方以及印尼 晚上的时间可能会捕捉 七骑在上面休息的一些鸟类 土木来讲它算是土地工啊 所以我们的我们对它们比较敬畏 所以说看到它我们就是一般是放生啊 连接金门本岛和烈宇湘的金门大桥 正在加紧赶工力拼年底完工 将会不速之客 因为体型实在惊人 也成为当地居民讨论热烈话题 三连新闻业绩好 许慧美 敬意们参照